今天是北中南三大生活圈 通勤月票TPass上路的第一天 而適逢週末假日 各車站的人潮並不多 以臺北捷運為例 上半天約有四萬多比的 進出站的使用紀錄 另有不少旅客也到詢問處 去洽詢退票 買票的事宜 你要買那個一千二 我不要買 因為我覺得還扣掉手續費 TPass通勤月票正式上路第一天 許多旅客到臺北捷運的詢問處 退掉先前雙北一二八零月票 再加值新的通勤月票 詢問處排隊人潮明顯比以往來得多 台北捷運公司觀察 新月票上路首日 各車站人潮與平時的假日相當 預計七月三號週一 才能觀察到一般通勤組的使用狀況 也呼籲民眾可以多利用這兩天假日 人流相對較少時來購票或加值 我們預估在七月三號第一天的上班日 會有比較大的人潮 那我們在這邊也呼籲所有的旅客 民眾可以利用這兩天的週末 假期提早購票 適逐暑假第一天台鐵台北車站上午湧現出遊人潮 目前使用T-PASS通勤月票在台鐵仍然只有單一閘門可以感應 因此週一 台鐵將正式面臨龐大通勤族通過單一閘門的考驗 台鐵提醒T-PASS通勤月票只能使用在區間列車 舉光號以及推拉式自強號 而北中南三大生活區 因為是不同的運聚搭配 也各有使用區間 如果跨區就沒有優惠 提醒旅客要留意搭乘區間 記者綜合報導